我們這部腳踏車坐到差不多程度以後呢 我們就透過群眾募資的平台上架了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非常的猶豫 因為大家有聽過Flying V嗎 要上群眾募資平台通常的會成功的物件 就是東西本身尺寸不會太大 價格不會太高 交期不會太久 東西不會太複雜 我們具備零項這些條件 我們的東西又大又貴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做得出來又很複雜 而且又需要維修跟保養 所以當初小光跟Tim來邀我們的時候我們其實猶豫了很久 後來他們就覺得這東西蠻有趣的 我們來試試看看會變怎麼樣 那也透過這個機會讓我們得到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因為你很難得在一個商品還沒有正式上市的時候 就已經得到潛在消費者對你的關心還有意見 對然後你開始跟市場做溝通了 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讓我們很珍惜這些機會 好那我們就把這部腳踏車放上去了 那這個要放上去強迫我們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用一個短片跟大家講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們會怎麼做這件事 把所有條件都講好了 那我們那時設定第一波賣20台腳踏車 然後就希望在這兩個月內會有有緣人把它買下來 結果九天就賣完了 對那我們那時嚇了一跳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的話還沒有講完 可是已經要結案了 那時候我們又發現我們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公佈什麼時候可以交車 對然後剛好那時候我們發現這部車好像有點難產 所以就一直當做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批的車主其實從贊助我們到拿車已經是快要兩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創了Flying V就是金額很高 然後又讓人家等最久的一個案子 那不過中間我們有一個粉絲團 我們一直在跟這些贊助我們的朋友交流 就是跟他們講我們現在碰到什麼問題 碰到什麼狀況 為什麼要花更多時間 那這段時間我們在做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花了這個時間跟人力下去之後 可以讓車變更好 那很幸運的是他們都很諒解我們 那中間也有介紹一些非常溫暖的鼓勵 就是說你們很久沒有update了 是生活還好嗎 對需不需要幫忙 對就是台灣真的充滿了人情這樣 那當然募資平台是現在很多人想要創業跟創新的一個新管道 但是就我們的經驗我們發現 這個平台有好處也有壞處 因為最近它剛好比較紅了 就是新聞把它當作是一個很熱的topic在討論 然後討論的其實不是這個案子的本質 而是說這個案子募了多少錢 哇好厲害喔 它這種東西可以募到這麼多錢 可是沒有去探討它的成本結構 它這東西到底有沒有符合人的需求 它的市場在哪邊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結果沒想到拿去大量生產那個成本估算 遠遠超出它的預期 可是已經沒辦法已經結案了 已經沉案又結案 那它只好吞下去了 結果發現它根本支撐不了 那這個事情就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平台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萬靈單 它是讓準備好的人 可以更快地達成它的目的 所以有沒有做好這個基本公式 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的車子募資成功以後 我們開始辦了很多活動 因為我們的知名度非常低 那我們只能用一些不太花費成本的方式 盡量讓人家知道我們有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的腳踏車終於確認快要交的時候 我們就召集了這些贊助我們的車主 那時候我們辦公室還在中山北路那邊的URS21 我們就辦了一個那個新車發表會 然後還有說你們應該在半年內可以拿到腳踏車 對那車主們非常的熱情 我們辦在禮拜五的下午 那車主全台灣都有 居然幾乎每位車主都來了 對我們有兩個訝異 第一個是哇他們真的太熱情了 第二個是Mention班 那除了我們辦了這些就是車主的發表會 我們有任何有可以對外曝光的機會 只要不會有太高的代價我們都會去參加 那我們過去的三年都有參加台北 自行車展 這是全世界規模第三大的腳踏車展 那他每年那邊都會有新品發表會 那我們就會把握這個機會在那邊的 推廣我們的商品 那我們也辦了很多跟腳踏車相關的展覽 讓大家知道都市生活跟腳踏車的關聯是什麼 那腳踏車怎麼樣可以成為更好的生活工具 那像這個展覽呢我們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自己準備食物 那還好那天來賓都沒有拉肚子 對那我們做這個展覽就是我們請了幾個不同的設計師 在都市騎著腳踏車到處拍照 可以拍自己在路上看到的風景 或是拍到都市人怎麼用腳踏車生活 那我們也在這個展覽借到了很多特別的腳踏車 所以裡面有看到有U-bike 有三輪車有阿公用的車 跟都市有關的腳踏車我們盡量能借都借到 對那去年我們也參加那個台北市政府辦的一些workshop 就是怎麼透過使用者的角度還有設計師的角度 改善腳踏車在都市的模式 因為U-bike越來越多 可是那個遊戲規則沒有改變 所以衝突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些方式來用 那很慶幸的是 就是對這些議題有興趣的人的年齡層都越來越低 這就代表我們年輕人其實是很關心時事的 因為大概在我這個年紀的人 有一段時間是完全不想理時事的 那也很好玩的就是大我十幾歲的那批人 他們的夢想是開咖啡廳跟民宿 他們想要遠離城銷 對所以我們看到年輕人非常關心自己生活的環境 這是很大的鼓舞 那這是我們在台北自行車展的試乘區 因為腳踏車其實 買腳踏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試騎這部車 你才知道適合還不適合 所以那時在Flying V上面我們也有很大的疑慮 就大家只看得到摸不到 然後就要去想像這部車到底好不好 那有很多車主是到發表會的時候才說 好險要不然會被我老婆罵死 因為他從來沒有碰過這台車 也沒騎過這部車 只是覺得你們看起來好像蠻需要幫助的 所以就幫助我們一下 對那我們就發現我們的車推出以後 其實反應是蠻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想要用我們的方法 更直接的跟消費者接觸 我們想要跳過中間那一層通路上 那現在這個網路模式其實跟群眾募資一樣 它是一個網路消費行為 所以提供商品的這一端 就跟使用端是直接連結的 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好 我們中間的聯絡是非常直接 不會有被誤解的空間 那我們做的任何事情 他們也會馬上感受到 所以新的消費模式 我們也要趕快學習跟建立 那接下來就是一直出腳踏車的 所以我們的辦公室就變成生產線 那車主就陸陸續續開始到我們的公司來拿車 對那看到他們的笑容 我們其實是還蠻開心的 對那對於不是住在台北的車主 我們後來就讓他們等了非常久 我們決定就找個幾天就下去中南部 把所有的車子都親自交給車主 那圖片中這位先生他非常的支持我們 給我們很多鼓勵 那我們上個禮拜又去幫他更新零件 就發現他的腳踏車是使用率最高的 對因為腳踏車其實要長騎才會順 你越長騎你的腳踏車會越順暢 那最簡單的看法就是 你把你的踏板轉一圈 你看你的後輪可以轉幾圈 轉得越久代表車子越順 他的車超順的 前面轉一圈後面可以轉個20圈 他每天騎 對這讓我們非常感動 對那也看到 對我們也有一個交流的平台 所以很多車主會把他們怎麼用這台腳踏車 就他們當初看到我們的車 就已經想像到他會怎麼用 所以像這位車主 他就把他的這隻小狗叫Ruby放在前面 那他剛開始還沒有放這個寵物袋 所以Ruby就逃走了 所以他後來知道要把他包起來 這樣才抓得回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去高雄來看 看到一位那個 有一位阿嬤 他的腳踏車是女兒送他的 所以他現在成為他那個社區最下趴的阿嬤 他騎去買菜都有風這樣 然後他平常會幫忙他女兒看孫女 他孫女也坐在那個菜欄 對我們還是有建議他不要這樣做 這樣我們真的很擔心 對那也有西裝店的老師傅 他覺得這部車跟他年輕的時候騎的車很像 那他的定義就是他可以每天穿著很帥氣的西裝 騎著這部車看起來不會有違和感 然後他把這部車帶回他店裡面以後 就發現這變一個招財工具 現在他們的店在那個大稻埕那邊 然後這部車就停在他們的店門口 那裡面前面的置物價會裝著他們的DM 然後有很多人會來問說 這隻多少 對那這就是剛剛講到那位騎車有風的車主 對因為他的菜籃最大最醜用 所以在他的社區他一次買菜可以買最多 對這個號稱好四多腳踏車 因為可以買很多東西 而且騎起來又不會很搖晃 因為其他的媽媽們把手都掛滿了塑膠袋 那看到這些東西我們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做的東西開始融入生活了 那做設計到現在其實我們有一個感想就是 當初想要念設計想要做設計 那時就是不知天高地後會覺得我們想要改變世界 或是改變生活 那或是我們想要幫助大家讓生活變更好 結果發現這些東西都太傲慢了 就是我們完全沒有資格去幫助誰 因為幫助是一個強勢對弱勢的人做的事情 對我們後來發現就是我們做好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 事情的結果就會往好的那方發展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呢 這整個大秩序就會往對的方向發展 然後獲利的就是大家 然後這個是沒有強勢弱勢高階低階的關聯 對那像我們接到這個感謝卡的時候就真的是快要落淚了 對第一個落淚是 哇居然有人會願意花時間寫感謝卡還畫圖給我們 第二個落淚的是他腳踏車畫的比我們好 對我們真的繪圖能力不是太好 那其實那一部腳踏車 Espresso是我們都市腳踏車的計畫的第一部 它是一個單人騎的腳踏車 那其實在國外有非常多形式的腳踏車 當你的那個腳踏車的整個infrastructure 這整個結構建立完整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可以載人的 所以你們如果去歐洲的話 尤其是荷蘭跟北歐 你會發現那些家長怎麼這麼狠心 他騎腳踏車然後前面可以坐了兩三個小孩 然後把小孩當安全氣囊的感覺 就在那邊騎 他完全不用擔心因為非常安全 對所以之後呢 當我們腳踏車在台灣的都會區發展 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那也可以看到載貨用的腳踏車 我那時在倫敦工作的時候 我第一次搬家 因為我住的巷子很窄 貨車進不去 所以我就租了比這個還要長一倍的腳踏車 我騎了12趟 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搬完 對那時候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騎起來其實還蠻輕鬆的 沒有那麼費力 對所以載貨腳踏車也是一個需求 因為如果我們要把腳踏車變成 取代摩托車甚至取代汽車的交通工具 載人載貨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移動的這些商家這也是另外一個機會 那這個是在赫爾辛基的機場 他們以前就是固定的手推車在賣咖啡 那現在他機場裡面開放移動式咖啡廳 所以哪一個後機室有人 哪一個Terminal有人 他就把車騎過去開始賣 對非常的方便 這其實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對我們而言 其實看到一件事情 然後體驗過那個事情 然後再創造一件事情 簡單來講就是A to B 他應該是很直線的 那尤其在現在非常講究效率的年代之下 每個人都想用最快的時間 最少的能量跟花費達到你的目的 可是我們發現有很多時候 對的事情就是需要你繞來繞去 最後你才確定對 這樣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很慶幸我們走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路 因為有這些經歷讓我們才發現 原來事情是要這樣做 我們原本的設定 因為認知上的不足 經驗上不足 然後慢慢慢慢透過很多很寶貴的幫助 讓我們體驗到最後什麼才是對的 對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 靜下心來好好的去想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騎車的行列 其實一個禮拜有五個上班日 你只要這五天有兩天不要開車或騎摩托車 你個人碳的排放量就減少了40% 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整個大環境就會好很多 像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台北 其實沒有幾天晚上是需要開冷氣睡覺的 現在的台北五月就在開冷氣睡覺 要不然根本睡不著 對所以這些東西其實一點一點 是可以累積出很大的能量 那最後有一句話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們目前得到的心得 這部電影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三個傻瓜 它裡面一直重複著一句話 Strive Excellence Successful Follow 你追求卓越 自然你應該得到的成功就會跟隨著你 但是我們現在常常會發現 現在的價值觀就是你先去追求金錢上的成功 然後再來去想什麼樣的事情才是要該是你去做的 對這完全兩個倒過來的邏輯 所以我們一直很相信這句話 然後我們現在也開始感受到 真的在做一件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受到很多能量一起匯集起來在幫助我們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Arm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